大家好,我是笑話哥 對呀,我們是笑話團 今天我們一樣 今天我們有三個人 所以要講三個笑話喔 我們今天請來的一個特別來賓 他就是火柴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火柴人 現在第一個笑話由我來講吧 好啊 小事上有一對夫妻 爸爸叫曾囉嗦 媽媽叫做藥泥管 他們有個兒子叫做曾阿凡 有一天爸爸媽媽帶著兒子去逛街 在路上走著走著 發現兒子不見了 這時爸爸媽媽淒淒媽媽了 我去警察局去報警 警察問二媽媽說 你叫什麼名字 媽媽說藥泥管 警察很生氣的說 警察很生氣的又轉頭問爸爸說 你藥那你要叫什麼名字 爸爸說 正囉嗦 警察十分生氣的問他們說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找麻煩呢 要做什麼 警察差點被氣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下來的話我講一個吧 好 小牛小豬小羊 然後和小狗 要去那些7人買東西 小牛進去被趕出來 小小豬進去被哨把他打出來 小狗小狗進去被丟出來 只有小羊進去問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7人不打羊喔 哈哈 這個笑好笑喔 接下來我們要想另外一個笑話喔 最後一個笑話 我講 有一天 小羊正在宿口的時候 我看小羊 我覺得這也是紅色的東西 小羊說 啊 我出血了 然後四咬就說 咦 你今天不是有吃火龍果嗎 哈哈 真的太好吃了 哈哈哈哈 今天 借我們一起講三個笑話 你們覺得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自己結束啦 掰掰 掰掰 如果覺得這個笑話好笑的話 就幫忙點個訂閱 點個認真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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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柴人的超級炫技 來了 ます 。 哇 體格 跑 很好 來了